各位朋友 你好 今天星期五 六月份就完結 過這週六日 下星期就進入七月 今個星期五出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181.12升了0.21% 以0.21%來說 181.12是對上2019年11月的指數 可以這樣說 近2020年這半年 有疫情的大半年 中原城市指數升了1.7% 曾經跌過 但又升了 現在半年計是升了1.7% 離開歷史高位 即是香港樓價最高位 190.9% 只要升多5%的樓價 就會碰到190這個高位 我看形勢 在第三季完成之後 約會是第四季初 是很大機會升多5%的樓價 就會進入歷史高位 很多對樓市正面的訊息是比較多的 譬如今天政府剛剛公佈了 七至九月的賣地 即是第三季的賣地 只有兩幅住宅地 這兩幅住宅地 如果拿出來的拍賣 只有160幅 他集中主力地鐵是日出康城的第十三期 日出康城的第十三期 日出康城的第十三期 有2550幅 加上160幅 就是2700多幅 就是第三季的賣地 住宅賣地 但出來賣地的兩幅 都是比較偏遠的新界地方 最受觸目只是一幅地 就是日出康城的十三期 另外一個困擾大家的 在五月底 就是國安法大局已定 我想已經會殺行 在大家看到明確未來的走勢之後 其實現在要不買的就不買 要買的都要出市場 所以我們近期到六月中 生意更好 二手的生意更好 一手更加 明日星期六 就是日出康城的大盤 叫做Sea to Sky 就是第一次公開發售 據發展商公布 初步市傳 看到傳媒寫的 就是12500票 如果12500票這麼大 大比例明日去鑑四百六十幾間 我估計一青袋 是挺肯定的 看到一手的燒情 都十分激烈 有很多向遇下 變成明日 傍晚大家知道 究竟日出康城 這個Sea to Sky 那個燒情 發展商整個樓盤是千多間 我估計 他會接著來開 加推第二次 通常賣樓都是 這麼多票 沒理由浪費 第一次賣完第一批 接著會加推第二批 如果第二批多四百幾間 乘以二 大概賣到一千間 樓盤已經賣了八成 我相信發展商都會加推 可以留意七月初發展商的訊息 另外又看到了 七月我相信 在疫情 慢慢舒緩之下 大家開始有一個通關的準備 其實 在四五六 樓價升了1.7% 都主力在五六月上升 究竟 升又追回跌的 那些再升 其實是3-4% 主要的動力來源於香港人 香港人買香港樓 在六月、五月、四月 未曾通關的形勢之下 全部賣家 基本九成九都是香港人 都很少見到有BSD這種賣家 第一 他下不了香港 第二 大家都沒有往來 大家都要十四天十四天 在沒有外地、外外的投資力量 香港人其實現在是有少少搶先的 尤其是搶先內地人 因為對上這十年自由行之後 很多朋友都說 我們被內地人搶貴了香港物業 四五六月是完全是香港人了 由香港人自己去買香港的物業 看到樓價是溫和的 跌了兩、三百分之下 再升1.7% 就是對上這半年的局面 看到 現在七月 我想上半月 通關的準備 希望沒有惡化疫情去到月尾 一步步通關 其實外來的投資者又開始多 不只是國內人 全世界量化寬鬆 其實有投資者手頭握著很多現金 他們會怎樣走呢 其實對香港物業都是提高一線 在幾個大的有利消息之下 所以我說190這個目標 即是香港樓價的歷史高位 我相信在第三至四季初 都可以十月、十二、十一、十月、十一月 是有機會達標的 那是代表什麼呢? 其實樓價是溫和升 如果5% 其實一個月升 一個%都升到了 我估計現在整個整個政治形勢 以及整個經濟形勢 都是不讓樓價跌的了 加上你會不會減辣呢? 都不知道 現在是沒有減辣 又沒有海外買家 樓價這麼溫和增長 其實真是健康到不得了 希望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置業 大家看看城市指數 看看很多中原的數據 作你自己的名字抉擇